改變 對 滿倒霉的啦 我也是考驗啦 我們也發現自己有一些問題 新宇航空董事長張國偉 承認延誤事件有問題 滿臉眷容自爆一整晚 沒有休息 從今天到現在我都沒睡覺 從三點開始搞 直奔日本道歉滅火 還把停留在日本的班機 親自開回來 也讓新宇人力問題浮上檯面 快速地恢復我們旅遊的 這樣子的一個需求 新宇航空不管在班機上面 跟我們的人力上面 可能因應這麼頻繁的一些調度 可能就有不足的現象 新宇航空創立不到五年時間 除了人力調度可能不足外 目前A350大飛機只有三架 包含澳門 曼谷 東京 洛杉磯 全都有飛 而張國偉在美國喊出的 六到八個月要開啟一個新航點 未來調度也可能面臨考驗 新宇航空這樣子的 大型飛機的數量就比較少 一定要等到機隊的規模 尤其大型飛機的機隊規模 如果達到一定的數量 或許現在還是只有 少住幾架飛機 所以在調度上 極有可能會有一些問題出來 而這次新宇航空出包 張國偉火速搭結新航空的 紅眼班機赴日道歉 也讓網友挖出張國偉十年前擔任 長榮董事長時曾對聯航開炮 說聯航是一個虛榮的東西 飛機延誤了也沒有得吃 這番話對應這回 新宇遭到指控延後卻沒有提供食物 如今卻搭聯航救火 網友調侃自己設的迴力標 十年後又打回自己身上 你不要一直在抓我 雨病說我以前講過什麼 欸 講過一次什麼 就一輩子都這樣子 欸 這樣子怎麼得了 那你要翻就這樣翻不完 好不好